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国酿造了好喝的啤酒 也酿造了啤酒文化 王伟是一名旅游达人 曾多次到欧洲旅行 这次他要寻找最纯粹的德国风味 慕尼黑就是他的第一站 慕尼黑是德国南方第一大城市 这里的啤酒花园是德国人生活里经常光顾的地方 啤酒花园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它们往往开在酒窖旁边 在没有冷却系统的时代 浓浓的树荫和良好的地势 是保存啤酒最重要的天然条件 在慕尼黑所在的德国南部地区 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 他们都觉得德国北方人的酒量远远不如他们 虽然在话语当中带有了一丝亲密 但是可见德国南部的啤酒文化 真的是非常的与众不同 那么今天在这儿我要和德国朋友Marcus一起 来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 来感受一下他们的这种 大口喝酒和大口吃肉的感受究竟是什么样的 这是现在 eher noch eine kleine portion aber für dich ist das erstmal ganz gut als erstes nehmen mal das bestec in die hand und schneider mal ein schönes Stück von dem Schäufer 来 jetzt hast du einen Fehler gemacht man darf die Kruste nicht in die Soße rein 现在你得发就 und zwar alles